Yahoo Yahoo 我們要去大溪地了 這裡太漂亮了 這邊總共有100格寫上屋 對 全世界唯一的島 有海景跟山景 就是這裡 就是在我住的飯店 就是那個景 後面那個板子好特別喔 原來買的都是鈔票耶 有錢人 這麼多的鈔票還沒有台灣的 你可以做得到 來,讓我們一起見證 台灣客 差距成功 已經算高了,你看 好大一條 火跳票了 乾 快贏 我現在的心情 就好像中樂透 中了一千萬票 太開心了 美魚 來吧 波羅波羅的大海 我來了 他抓到一隻鳳魚了 你準備好了嗎 我給鳳魚抄我 抄我 我看到很多鯊魚在下面有很多… 我現在有點腳軟 有點堪力 我們要去大溪地了 Yahoo,我們要去大溪地了 很多觀眾朋友可能認為 大溪地路途遙遠 要飛到那裡可能很麻煩 但是愛玩客現在要告訴你 其實你可以從台北出發 當天內就可以到東京 直接轉機到大溪地 這樣子是不是很方便啊 Oh my God Yahoo,你不是做夢吧 日晚課中樂透了嗎 居然要到大溪地度假 大溪地耶 沒錯 就是這個全球票選 最浪漫的蜜月勝地 號稱天堂的夢幻國度 大溪地 而且從北半球又濕又冷的冬天 飛到南半球的大溪地 馬上就變成熱情如火的夏天了 我的熱情 好像一把貨 燃燒了整個大溪地 那你還等什麼啊 戳掉...外套戳掉 我們從東京飛到大溪地 一共花了十二個小時 但是我現在一點都不累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就要從大溪地本島 出發到全世界最性感的小島 波羅波羅 這個島多人名你知道嗎 就連世界首富比爾蓋茲 國際明星妮可激伴 足球巨星羅納杜、貝克漢 都來這裡度假耶 據說就是因為這個島上 是一島一半店 最適合散狗仔 所以我現在心情 真的有一種大明星 要去度假的感覺耶 再透露一個消息給大家知道 就是這裡 國內航班的位置是不跨位的 位置是先搶先贏 所以上了飛機之後 一定要坐在你的左手邊 他們怎麼可以這樣 坐在左手邊 今天從空中口看整個波羅波羅 最美麗的景點 我要去卡位了 我先不多說了 好 沒錯 波羅波羅 光是唸出這個名字 婆婆媽媽都要尖叫了 對我們這座大溪地 最美的小島 第一眼就是令人震撼的美景 準備好相機了嗎 向左看 波羅波羅就在我的左手邊耶 而且我們這樣子看下去 它就是你看到 然後左邊的周圍 就是有點眼目瞭亂的感覺 加上剛才好像嚇過一點 水塵跟島是一種 肉依很深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的夢幻耶 天啊 全世界最性感的小島 就在我的左手邊 太幸福了 漂亮啦 HERO 你上輩子一定有燒好香 這輩子才有這種好命 波羅波羅是多少人 做夢也想來的地方啊 聽說它是由 無數的珊瑚礁小島圍繞的 主島組成 小島和主島之間 有一片清澈的 像果冬一樣的藍色西湖 會隨著深淺漸層變色 最棒的是 這裡還有一島一飯店的 定級享受 下面 你居然就住在島上 最高級的五星級飯店裡 前面那艘就是來接我們的船耶 波羅波羅這個島 最大的特色就是 每一間飯店 都是要搭船才可以到的喔 你看我們一到這裡 他們就貼心的 為我們準備了一艘船 而且據說這個飯店 還是波羅波羅島上 最高級的飯店了 要上船喔 雨季的波羅波羅 果然是少女心琢磨不定 我才剛下飛機 她就害羞地躲到烏雲後面 沒關係 先坐上飯店派來的高級遊艇 享受一下當大爺的感覺 從機場到飯店 船程只要十五分鐘 波羅波羅也很給面子 不久後就放晴送上藍天 碧綠色的戲湖印著水上屋 簡直比迷信片還美 我們到了波羅波羅的度假村了耶 你好 歡迎四季 五顆星就是五顆星 才剛踏上岸 飲料馬上遞過來 還有專屬的服務員幫你check in 中文 日文 法文 外新聞 不管你用的是什麼語言 龍面子啦 來自台灣的Alvin 這幾天就是我們的超級管家啦 Hey Alvin 我等不及啦 快帶我去我的水上屋吧 這裡太漂亮了 你看啊 這裡超多的水上屋耶 那時候我是第一次見到 這麼多的水上屋 真的是超漂亮的 我真的迫不及待 想要見一見我們的水上屋 到底長什麼樣子 Alvin 我問你啊 我們今天晚上住的水上屋 就在這裡喔 在你後面的地方 太幸福了 這張是我出版以來住得最好的吧 所以我們確定是 不是住在那裡喔 確定是住在這裡 HERO 先別高興太早 以我對沒人性小組的認識啊 這種太夢幻的行程 小心有炸 你看 這些水上屋看起來小小間 屋頂還是茅草鋪陳的 你還是先進屋裡瞧一瞧 不滿意趕快退貨啊 歡迎 好大喔 我在外面看啊 水上屋好像小小一間 可是我進來裡面看之後 我覺得裡面好寬敞喔 所以我們是可以穿這鞋子 進來走 我們可以用我們四季 免費的拖鞋 對 免費的拖鞋 可以帶我一下 你看這個拖鞋 滿精緻的耶 你看多麼的貼心 他知道我是男生啦 所以準備男生的尺寸給我 而且裡面真的超寬敞的 你看這個 這是客廳吧 請跟我走 這邊是我們免費提供的香檳 免費提供的香檳喔 免費的 這是名牌耶 這是香檳當中的名牌 這一支 這一支大概要多少錢 還有台幣四千多塊左右 四千多塊 可以住一個晚上的飯店耶 在台灣 有一支香檳是四千多塊 賺到了 在房間這邊 你可以看到在晚上的時候 燈亮起來 就可以看到雨跳過去 這是... 這是... 這地上的玻璃耶 所以上面直接就是海喔 所以上面直接就是海喔 對 直接是海 只有大概兩到三公尺左右 所以如果有游過啊 我們就可以直接看得到 對 這邊跟房間都看得到 或是... 房間裡面也有 房間也有 聽說這間水上屋 一碗要價十五萬耶 HERO 真是便宜你這個小子啊 維藝學長 不要太羨慕我啦 這也沒什麼啦 不過就是有一個 挑高三米的大客廳 King Size超軟的床 順便一眼看見 波拉波拉最經典 包山包海的美景 然後再外加十五坪的大浴室 這些對五顆星來說嘛 小案子啦 這次也是我們提供的肥皂 請你看一下 這個品牌就是歐叉單 就是肥皂當中的老司來司啊 這個如果... 我看女生來這裡啊 一定會瘋狂耶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沒有用的話 我們可以帶回去 可以帶回家之後 這邊全部都有提供 總共有三個給你們使用 那邊還有 這裡還有 還有不同尺寸喔 所以這個 我看我應該是捨不得用 帶回去好了 這邊可以先收起來 可以... 先收起來好了 每天都提供 每天都有 HERO 你真開心是划算哥耶 這五顆星還不忘剪便宜 不過我說啊 現在是巨星行程耶 你把大氣一點嘛 也幫我帶幾塊回來啊 不是啦 我是說要Adan私底下再來 水上屋最經典的景觀 你還沒帶我們看耶 這個景色厲害了 像很多島嶼啊 都有很漂亮的海景 可是這裡除了海景之外 還有山景耶 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島 有海景跟山景的地方 唯一 唯一...對 全世界唯一的島 有海景跟山景 就是這裡 而且就是在我住的飯店 直接就是放出去 就是那個景耶 對 每個人看起來都想要住這個房間 私人泳池 你們這裡的房間 都有這種私人泳池嗎 我們這裡總共只有八個房間 有這個私人泳池 只有八間 我太幸運了 就可以一邊泳泳 之後一邊看山景 我知道啦 這種就是世界明星 他們喜歡來這裡度假的原因 我們很多明星來住 就是這邊非常有私密心 真的耶 你看我覺得我現在 真的像大明星耶 你看在這裡 私人泳池 而且我們在這裡度假 是別人看不到的 私人的空間 不過這樣子游一下 我覺得好像太小了 應該要去游大海 同志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跳下去 不繞不繞的大海 我來了 什麼感覺耶 很棒喔 整邊山頂是我的 大海也是我的 全部都是我的 雅虎 來波拉波拉玩 一定要租進水上屋 把自己丟入大海的懷抱中 享受這種既隱密 又沒我獨尊的快感 在這裡只要飯店選得好 你的假期就成功了一大半 因為你什麼都不用想 把一切的一切全部交給飯店 裡面有美景、美食 甚至還有度假最不可少的美女 我覺得我這次來這裡真的是巨星耶 你看啊 這個飯店很大 但是他們竟然有車可以載我們 而且載我們還是一位美女耶 哈囉 哈囉 你叫什麼 Cindy Cindy,我的名字是Hero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你很漂亮 謝謝 你從哪裡來的 法國 法國美女耶 天啊 所以你今天為什麼想要展示我 對 這裡是我們美麗的河河 美麗的河河 美麗的河河 對,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河河 這個超漂亮 我們可以去到海裡嗎 對 這個海灣真的是太漂亮了 非常漂亮 對 我們有我們的海洋科技師 他會照顧所有的魚 所有的河河 在這個河河 甚至有魚在裡面嗎 對,很多很多魚 100多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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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裡的海水是清澈見底 直接可以看到裡面的魚在那裡有 那個魚還滿大 這是大魚 這是大魚 對,這是大魚 所以如果我捕魚 你可以吃它 真的嗎 真的嗎 沒有,不是這裡 對 在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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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一個公共的河河 這是給我們所有的客人 這是跟海洋科技師 每天跟海洋科技師 這一家飯店實在太貼心了 直到Bora Bora最有名的 就是它的藍色西湖 所以在飯店裡 開了三條人工渠道 引海水進來 讓客人不用再花錢出海 一樣能徜徉在清澈的西湖裡 難怪會成為許多蜜月旅客 第一名的選擇 而且飯店裡還附設小教堂 讓新人能夠一元浪漫婚禮的夢想 可惜這位法國人又實惠了 我只能過過干預 好吧,耍浪漫不適合我 但是玩刺激的就看我的啦 在大溪地 這裡的水上活動 可以說是要什麼有什麼 水上摩托車 有 獨木舟 有 但是今天暗文課要玩的 是不一樣的 這個東西我也是第一次見到 它就是 你看 這個是一個衝浪板 不過這個衝浪板 竟然有 船槳耶 怪怪 衝浪要船槳幹什麼 學長 這你就不懂了 這不是一般衝浪 而是大溪地 特有的水上活動 叫做戰力式衝浪 有點像衝浪 和獨木舟的混血版 最大的好處就是 有浪沒浪都能玩 各位先生們 愛玩客 將會為大家帶來一場驚險 又刺激的PK大賽 輸的人 就準備跳水吧 今天的參賽者 有女孩 Hear War很有紳士風度 先讓三十秒 預備 GO 一二三 開始 我出不去 沒有 這個時間照算 我覺得在海中公餐 一開始非常有情調 可是他會長醜 他繼續唱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你的手 手 那裡有鯊魚 那個黃色的,你看海上 那個鯊起來 黃色的部分他們說就是鯊魚耶 我現在有一點小忍 有一點太累了 我看到很多鯊魚 在上面有很多 時間開始計算了 對不起 時間開始計算了 時間開始計算了 沒有什麼不會做一次 好 再讓他一下 不然人家說我們勝之不武 對 好,來,可以了,出發 走 快要繞過浮標 快一點 美軍 美軍去戳他 把他戳翻 把他戳翻 有人超過你就把他戳翻 這是一場不公平的比賽 我在第二個浮標的時候 已經超越他了 我看這樣子 我們不要說勝之不武 我們再放他 再一個十秒 如果十秒之間 他回到就算他贏了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你看我們的計畫 謝謝 跳水時間到 現場有沒有生思 要來幫我跳 還有這一招喔 你用美色喔 現在沒人記喔 沒關係 沒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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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是裝書 想要吃教練的豆腐吧 好啦 我對你還是很體貼的 嚇水這種事 還是交給我們這些男子漢吧 愛玩笑 好 好 沒玩耶 玩材動作 愛在生活 愛玩笑 二 二 二 我們的射助狀態 你要跳一下 長泥 長泥 他正面嚇水很痛 好痛喔 攝影助理 你這招正面下水搏板面 真是高招啊 小朋友 數據有練過 千萬不可以學喔 都怪波拉波拉的海太美 讓大家玩瘋了 不知不覺 連太陽都要打卡下班了 度假的心情 真是讓人放鬆 我先好好睡覺 聽說明天一早 就有驚喜等著我 好 哈囉 有人嗎 我的早餐過來耶 一般的飯店 你都要去餐廳 才可以吃早餐 這裡不但是提供 直接送早餐過來的服務 而且還是乘著 獨負責送過來耶 真的有一種 會賓的感覺啦 OK 馬路肉 謝謝 你看我的早餐 多麼的豐盛 你看 而且蠻重耶 他們要搬這個過來 我覺得都有難度耶 酷了吧 我吃早餐不用走出門 他會自己做獨木舟 從大海裡送過來耶 這樣的獨木舟早餐 只要在房間服務裡 多加一些服務費 就能夠享用內容超澎湃 不輸給Buffet的早餐 今天這個早上 對我來說真的是太夢幻了 一早起來把門口打開 走到陽台 就有這麼美的景觀可以欣賞 而且還有人把早餐幫我送過來耶 布置得這麼的漂亮 你看啊 一朵一朵的大紅花 還有紅色的餐布啊 就讓我一大早起來 就非常的有食欲耶 重點是 一般人吃完早餐 就要去上班了嘛 可是我現在啊 你看後面這麼美的水上屋 我可以對著這麼漂亮的風景 吃完早餐 馬上來個回龍轎 現在是我的十點時間了 待會兒再跟你們聊 Hero...快醒醒啦 少女BoraBora又在耍脾氣 要下雨了啦 唯一 學長 別緊張 熱帶海島本來就是水氣比較多嘛 而且我接下來的行程 就算下雨也沒關係 因為我要前進西湖區 下水來場十分秀 告訴你 這次陪我下水的不是別人 既然是大海裡最危險的猛獸 鯊魚和魔鬼哄 你看啊 來...你看 那一艘船上面有船長在彈 烏克利利那一艘 就是我們的船 這幾天我來到BoraBora 看到好像我們一個人 都在彈烏克利利 但是我們現在是要去餵鯊魚耶 餵鯊魚配上這樣子悠閒的音樂 好像怪怪的 有啦...有啦...有啦... 有啦...有啦... 來唱音樂 來唱音樂 剛才在岸邊啊 我們這個船長在彈烏克利利啊 我以為上了船之後 就沒有這幾個 因為他在想要 他在開船還給你 在彈烏克利利 而且利亞的腳 他就是用腳在移動上彈 你瞧瞧吧 他們的烏克利利亞是八弦耶 一般上我們在台灣 我們以為我們是有 烏克利利是四弦的 我們以為我們這就是 八弦的烏克利利 彈起來的話 你會覺得這樣很熱鬧 讓很多人在彈烏克利利 像是一個樂動的樣子 我...我愛夏天 烏克利利一直彈下去 我差點就要跳草群舞了耶 這個小巧又熱鬧的樂器 是太平洋島國最佳的代言人 在大溪地 幾乎是人手一把 只要有了烏克利利 到哪裡都可以開趴 馬龍 我只會接回去了 馬龍 OK 所以我們要去購買蝦 對 我們要去購買蝦 你之前看蝦嗎 這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 我現在已經13年了 13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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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曾經被捕蝦嗎 有蝦攻擊你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喜歡我的肌 只會是你的肌 你不是你的肌 糟糕 我要做三大石 我的肉 我看電影 蝦很靜靜 很靜靜 很靜靜 對 因為它不是真正的蝦 它是製造的蝦 它是製造的蝦 那是台灣 你開玩笑 它是生命的蝦 所以他們吃什麼 他們會吃死的蝦 死的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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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死的蝦 如果我死的蝦 我死的蝦 對 我死的蝦 生病的人不能下去 專吃那些死的 或是生病的蝦 你死的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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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師你看我撈蝦 是不是 你掉下去 等一下蝦魚來吃 雖然船長一直掛保證 說這裡的蝦魚 是很溫馴的黑騎鯊 不是吃人的大白鯊 但是想到要跟蝦 近距離接觸 我還是有點怕怕 來吧 蝦 蝦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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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新鮮肉 我給你 那裡有鯊魚 那個黃色的 你看海上面那個捧起來 黃色的部分 他們說就是鯊魚 而且 牠們都在水裡 牠們都不怕 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來吧 我們去鯊 來吧 來吧 我現在有點嚼忍 有點堪忍 我看到很多鯊 在上面游泳很多 準備好了嗎 你被弄一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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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地顯示致力家鄉板要來啦 小朋友快快快快去睡覺 太好笑了啦 你看 這個東西啊 我覺得在別的地方 真的沒有看過 來大西地來PoraPora 第一次看到 有聲音來第一次看到 你看這是什麼 你看到這是什麼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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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一、二 你開玩笑嗎 Kiro 你看牠鯊魚很可愛耶 金黃色的外表 不到兩公尺的身長 怎麼看都不恐怖嘛 你就不要再拖拖拉拉了 下水吧 Go 牠的鯊鯊很像鯊 對啦 牠真是虎頭鯊耶 牠的頭看起來真的非常的兇猛 而且牠的眼睛啊 牠的眼睛啊 牠的眼睛啊 就是非常的... 非常地力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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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這個表情 你不要... 你不要...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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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我在校園看到 很多鯊魚耶 所以這個大雲鯊 這個大雲鯊在這裡 太好了 那個魚先生就是被鴻魚氣死的 現在鴻魚在我旁邊以後還有鯊魚 天啊 Hero,千萬別小看鴻魚 牠尾巴上的刺還是有致命的毒素 只是大溪地的人早就把刺拔光了 所以你才能玩得這麼開心 牠抓到一隻鴻魚了 牠被手上已經有一隻鴻魚了 牠抓到鴻魚了 鴻魚真的在我手上,你看 而且牠好像在跟我打招呼 你來吧 鴻魚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鴻魚鴻魚 鴻魚 我跟鴻魚鴻魚 鴻魚鴻魚,鴻魚鴻魚 鴻魚鴻魚 鴻魚有一臉峻壹 這麼一點威脅性都沒有 根本是一群愛撒嬌的可愛動物 你了不起 鴻魚 終於完成任務 料不只跟鴻魚抱抱 還是還跟牠親吻 還還跟牠捨吻 我的愛,走地愛人,再見 好啦,中午了 該跟鴻魚生育再見了 是 午餐時間到囉 我們的船長有夠威 才剛到無人島沒多久 馬上就變出這一桌 充滿南國風情的好菜 看起來很好吃耶 不過他卻搞神秘 叫我先別急著吃 好 朋友 我的朋友在那邊 在那邊 坐在水裡面吃東西 天啊 我有曾經試過在什麼飯店吃東西 在船上吃東西 可是從來沒有看過把桌子 放在海水裡面吃東西的耶 所以這是你的傳統風格 在這裡 水在這裡是很熱的 所以水就更好 但是今天啊 我們現在下雨耶 被人了 但是我們還是用這樣的方法 在吃東西 我覺得很酷耶 因為啊 上半身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優雅 很優雅 但是下半身泡在水裡面 好 所以平常當地的船長在這裡 你唱什麼歌 我唱這首歌 因為你唱歌 B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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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吧 Abara音樂 B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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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島上Bora Bora Bora的主題曲 B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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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長,你太強了吧 我幫你報名歌唱比賽 保證你會紅 Hero,你這個行程真不錯 有得吃有得玩 下午還可以到珊瑚花園浮潛 探索垂底城堡 雖然一天的行程要價台幣四千五 不算便宜 但是內容這麼豐富 非常值得啦 我覺得在海中用產 一開始非常有情調 可是還會漲潮耶 沒有,一直走到這個位置 而且我那種感覺 我們都沒有玩過來了,你看 他繼續唱耶 好,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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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釣魚怪招 連85公斤的大魚都能輕鬆釣 魚上高了,你看 好大,好大一條 三百公尺以下捕到的魚 所以魚的名字是甚麼 名字是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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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是這裡才可以吃得到的魚 這個魚吃下去啊 你會非常的驚豔 用產啊 一開始非常有情調啊 可是啊,它會漲潮耶 你看,它已經漲到這個位置 而且我那種感覺 我們都沒有玩過來了,你看 他繼續唱耶 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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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惡作劇整到船長了 大溪地人活潑又開朗 我和船長玩了一整天 已經變成MACHI了 好捨不得離開喔 不行啦,Hero 接下來 你還要去BOLA BOLA的經典餐廳 血心瑪莉耶 聽說不管是好萊塢明星 還是世界首富 只要來到BOLA BOLA 一定要到血心瑪莉打卡一下 不過餐廳門口寫得密密麻麻的 看得我都老花眼了 到底是在寫什麼啊 大家在這裡 大家在餐廳 原來上面密密麻麻的字都是名字耶 而且都是好像名人來的 所以都是名人來的 正確 而且這個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很大 對 我知道這個 這個是MBA的球星嘛 然後我看到一個 我的女神 我心目中的女神 你看這裡 美根福斯耶 美根福斯 美根福斯來這裡 美根漂亮的女孩 對 很多次 不是每次 很多次 很多次 對 大概五次 五次 對 他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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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惜了 他來了五次耶 這次沒有撞到 太可惜了 所以你每個名字都在這裡 只要他們問 我們不只要他們問 他們問 對 所以我 我也來問一下 他們都自己問一下 I'm quite famous in you know my country so if you ask me tonight yeah put my name we'll have to get your name on the board It's okay I think so 可以耶 Can I put Beside Megan Fox You must Can I put here Megan Fox again 這裡又有美根福斯耶 So can I put name here 有我的空間耶 然後妾子跟美根福斯 差了兩個位置喔 好啦Hero 別說學長沒照顧你 現在就幫你跟女神圓夢一下 在寫心瑪莉遇到明星 就像走在家附近 遇到鄰居一樣容易 經理說 昨天古神巴菲特 才和他的朋友 一起來吃飯耶 這間餐廳 到底有什麼厲害的 居然可以吸引這麼多名人 Hero 快去幫我們鎮定一下吧 餐廳一走進來 我就發現地上都是沙子耶 都是地形的同樣 漂亮 非常特別 你看這間 一隻超大的 餐廳 紅餐廳 非常小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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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 所以你没有买的菜单吗 是新的 所以我们常常改菜单 所以我们不能写任何东西 所以我们才能够展示 你选择 这也太特别了吧 没有菜单 它的菜单就直接让你在这里写 所以每天你会有不同的菜单吗 每天 真的吗 每天 他们有什么他们就摆在这里 这就是他们的菜单 好的 所以今天是什么特别的 特别的 特别的 今天是特别的 这个是这个 这个 我们有几个 但是这个是特别的鲜鱼 只有在Polynesia 它是300米左右 300米 300公尺以下捕到的鱼 所以这个鱼名叫什么 它叫Broadbill Broadbill 你说只有在Polynesia 只有Polynesia 这还是这里才可以吃得到鱼 那一定要尝一下 每日现鱼的海味 用简单的炭火烧烤 保留自然的鲜甜味 这就是血腥马力 成名的关键因素 安安客来到大溪地 决定海派一点 除了经理刚刚推荐的 深海健骑鱼 在家店一样 练起来很有趣的鱼 哇呼 不过烤鱼需要一点时间 我先在餐厅里抓两拳瞧瞧 后面那个板子好特别 我们过来看一下 你过来看一下 这个钱包 钱包 这里满满的都是钞票 很多信息 为什么有很多钱包 其实一天 用商业币 有人把钱包含了 然后钱包含了商业币 这里看到很多的美钞 各国钞票都有 还是要问一下有没有台湾的 你有台湾鸡吗 台湾鸡 我觉得你应该留一元 没有台湾鸡 没有 你应该是第一个 这么多的钞票还没有台湾的货币 我们一定要在这里插齐啦 一定要把台湾鸡放上去 OK 你应该是第一个 OK 我应该是第一个 我做第一个把台湾 台湾货币 一百块 OK啦 一百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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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在桌上 我 玩 客 英雄 OK 中心 中心 来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神圣的时刻 爱玩客 OK 所以我把台湾鸡放在这里 是 爱玩客 今天终于在雪星玛丽餐馆 插齐成功 不错嘛 兄弟 为台湾争光啦 诶 物财刚称赞完 你怎么就带我们往南厕所去啊 你是对不对啊 太好笑了啦 你看 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在别的地方真的没有看过 我来大湿地 来Pura Pura 第一次看到 有声以来第一次看到 你看这是什么 你看了这是什么 竟然有这个东西 而且它是有功能的 你看一下它们多有功能 你看 你看 它这里就奔水了 所以在这里上厕所 还要先拉一下这个啦 我知道这个有点A啦 所以十八镜 这个不能 这不能下 一直不能看 儿童不宜 这个十八镜的巧妙设计 真是会让人混心一下耶 连衣旁的洗手台 造型也很独特哦 血腥马力 不知厕所有趣 厕所外也很有看头 餐厅里用白纱铺满地板 种上许多热带食物 再次吃饭 就像真的在沙滩上一样 放松又自在 正好我都已经烤好了 让我一边享受这个氛围 一边开动喽 这一道是我个人最想吃的 为什么呢 因为该老板说 这个是只有在这里 只有在这里 别的地方是吃不到的 而且它是从三百公尺以下 才找得到的view board 也就是这里的一种鲜鱼 这样光听名字 光听这种来头就知道 它肯定很厉害 这个鱼吃下去 你会非常的惊艳 因为我看这种白肉的鱼 一般上白肉鱼脂肪比较低 可是肉的脆感比较脆 可是这个完全不一样 它虽然是白肉鱼 可是它的肉跟肉之间的脂肪 非常的厚实 因为我在切的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的厚 可是吃到嘴巴里面去的时候 它是会融化的 我原本以为只是烤鱼 吃起来肯定会大同小异 没想到我主厨在调味上下了苦功 让每道菜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 最重要的是 大西地的鱼真的鲜 看来我一定要找个内航人 带我出海 亲自探索这片美丽的南太平洋 看看还藏着什么宝 我们现在出发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一路上就经过这个海 它是有渐沉色的 从浅蓝、中蓝到深蓝 非常的漂亮 而且现在我们就在这个 要捕鱼的地点了 你看船长已经准备好了 哈啰 哈啰 Yorana 这是一个地点 要捕鱼 是 我们试试捕鱼 好,所以今天可以捕鱼 青蝉 青蝉 对 鱼鱼、鱼鱼 鱼 黄旗的鱼鱼 你之前捕鱼最大的尺寸 青蝉 青蝉 我捕鱼85克 85克 它超过85公斤的鱼 比我更多 比我更多 比达的人还大 所以你认为今天可以捕鱼的 85克鱼鱼 好,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害怕的 85公斤 85公斤 现在 老天爷啊 我每次出海钓鱼 都只钓到小虾米 这次有高手带路 拜托拜托 给我来一条大鱼吧 Hero啊 与其求老天爷 你还不如赶快恶补一下 你的钓鱼技巧 这些大西地人靠海为生 他们肯定有钓鱼妙招 所以我们使用这些 钓鱼的钓鱼 不,这些 哪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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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边呢 他说钓鲳鱼的 这些是钓鱼的钓鱼 可以看吗 不是吧 这鱼儿是石头来着吗 爱玩客团对于走遍五大宗 这种绝妙钓鱼术 是前所未见啊 鱼上高了,你看 好大,好大一条 有钓鱼 有钓鱼的钓鱼 有钓鱼 有钓鱼 我又没有犯错啊 鱼儿居然是块石头 大西地人是哪根之不对 更瞎的是 他们还一脸认真地 在石头旁绑上一些碎鱼肉 或说眼睛里一下都看得出来 再怎么绑 它还是块石头嘛 有哪只笨鱼会上钩啊 刚刚啊,他们钓了鱼鱼 之后我在想说啊 这个,他们连石块这样子丢进去 那个大鱼会连石块鱼吃吗 所以那个鱼会连石块鱼吃吗 所以那个鱼会连石块鱼吃吗 没有 因为 这个鱼会连石块鱼 这鱼会连石块鱼 这鱼会连石块鱼 你连石块鱼 然后鱼会连石块鱼 它打开了 它这样子讲我就明白了 最后它打的这个是活结 所以它一丢进去的话 活结一打开 这个鱼散开来 最后还有固定着那一块鱼 就是用来钓鱼的 那其他的鱼啊 我猜就是应该用来当作烟物蛋 吸引很多的鱼群过来 那他们也看不清楚哪一只是有钩的 所以这样子吃了就上钩了 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所以这样子一拉开啊 你看我这样子一拉 它就打开了 所以它真的是活结耶 你看 这样子就打开了 原来石头只是让鱼可以往海里沉 下水后就脱钩了 真正的鱼是中间那条完整的鱼啦 不止如此 大溪地人钓鱼还有很多玄机 就让咱们一起看下去呗 这么大的鱼应该可以抓到这么大的鱼吧 它那边已经整个钓到海里面了 就是它故意的 它故意的喔 但是很特别的一招耶 因为一般上如果我们用这个啊 撒那个线的话 可能要混很久 所以它就直接把它丢到大海里面了 然后这样子拉回那个线 225公尺 然后就整个把它丢到大海里面了 这也太怪了吧 你反正钓鱼都会拿着鱼干啊 或拿着那个啊 它就整个钓进去耶 就看着那个浮标 所以你们怎么知道 那种鱼上钩的没有啊 看它们的工具很厉害耶 它一开始上面是白色的 如果有鱼扯动的话 它可能就会翻过来的话 它们看到颜色一变 就代表有鱼上钩 所以它们可以同时间 你看海上都是很多的浮标 同时间就像很多的浮标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说浪费时间 钓头要钓很久 它们就可以一直丢 一直丢 丢很多 这一招没有得到 还有这一招耶 蛮厉害的 这一招聪明耶 把鱼全部丢下去之后 只要手术带肚 还可以在上面喝杯茶打个牌 鱼上钩后 浮标就可以转半圈变颜色 那时候再去捞鱼就行 不过说来容易 我们都丢下十几个耳 在大海等了半个小时 我的鱼呢 哈啰 那边有鱼山沟了 超大的鱼 真的有鱼山沟了 好大一只鱼 大鱼 HERO 捕完可不能输啊 捕不到鱼 你就别回来了 我们的企划已经酷了 所以爱玩客书版 只要有坚僵的体力跟异力才行 就算有点不舒服 阿曼要坚持下去 跟我们的导演一样 还没吐 还没吐 导演也是一样 你很不舒服了 可是还是坚僵下去 这不是爱玩客的导演 有爱玩客的精神 大文 一大文 换颜色了 前面有换颜色了 鱼山 红色 我太感动了 红色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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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感觉到鱼鱼山跟我拉扯 红色 发射 发射 好累了 他们一等于就不適合了 快点 拚冷命 我要八十五公斤的红鱼 我跟他拚了 快点 滚竹 已经上高了 你看 他上来了 好大 好大一条 你看 抓条条 你看 快运 我身上的心情就好像中了一千萬 太開心了 鮪魚 看吧 太High了 這是我出外景以來捕過最大的魚 Hero 你才捕到一條魚就漏成這樣 會被當地人笑耶 太完美了一天了 學長 這條鮪魚將近有一公尺長 十四公斤重耶 最重要的是 它是油花多 肉又嫩的Toro 天啊 要是賣到日本去 少數也要上萬元吧 但是愛玩客不貪財 比較貪吃啦 在這麼美的藍天海島旁吃Toro 我做夢都會笑 何況這是真的 帥哥一副還說要做一道 南島風味的生魚片給我嚐嚐 看它這麼熟練的加入萊姆 洋蔥和椰奶 就知道這肯定是一道大溪地人 天天吃的好料 我就不客氣啦 那個椰奶香好香喔 好像你在吃甜點一樣 那種用椰漿做甜點 你一開始吃下去的時候 它就是那種非常濃郁的椰香味 鮪魚啊 剛捕上來 其實它的肉非常的Q Q到一個好像 好像還在你的嘴巴裡面跳一樣 太好吃了 水泵 它就是Nua N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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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因為他們的好吃叫做喵 就是我們華語說的 非常的喵 因為台灣 它是Nua Nua 它是好吃 好吃 OK 好吃 好吃 吃一口鮮美海味 唱一首熱情的歌 大溪地出體驗該怎麼玩 愛玩客雞推超完美行程 從台灣出發到日本轉機 當天就能抵達大溪地 先享受水上屋的美景 然後體驗魔鬼烘的法式熱吻 中午來場浪漫的海中野餐 下午再化身海賊王 挑戰上百斤大鮪魚 晚餐 別忘了拜訪好萊塢明星聚集的 血腥瑪麗哦 最後的最後 愛玩客SAMISU 送給大家最美的Bora Bora夕陽 終於碰到這Bora Bora的夕陽了 你看一下 會有多麼的漂亮 我覺得在Bora Bora的這裡 最開心的就是享受這一切 然後一整天下來 就舒舒服服的坐在這裡 享受這夕陽 你看我們的攝影師多麼的享受 你看他擺的姿勢 多麼的漂亮 他已經擺好了這樣子的姿勢 側躺有沒有 人生有幾次可以這樣子開心嗎 人生幾何啊 在這裡 看你 在這裡 還有一整天 你看看嗎 在這裡